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根据我们过往对于Redbot预测的理解 我们已经知道其实Redbot所接收到有关未来发生事件的字据 有时候是要事情发生之后才会知道这些字眼的真正意思 而太阳的病就是最佳例子 当年我们不会理解到原来太阳的病是指冠状病毒Coronavirus 因为冠状病毒的Corona也可以解作日眠的意思 而按着Redbot的所有记载 太阳的病也是与全球性海岸线事件有关联 现在当我们越来越理解世界走向的时候 我们就更理解到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可能就是现时世界性的示威浪潮 所以当中的先兆标记Marcus仍然会应严 其中一个有关经济的先兆标记 就是美元崩溃 白银价格一段时间内大升 甚至会超越黄金的价格 如果现时黄金的价格 是相等于白银价格约100倍来计算 单单是白银升至与黄金一样 已经是100倍的升幅 随之而来的就是Bitcoin的上升 所以既然之前Redbot已经多次提及Bitcoin 并且Redbot所预测的大事 亦一一应验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一定要留意 事实上Redbot所预测 白银追过金价的情况 于历史上根本从未出现过 所以当中的涟漪效应就更大 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 就能够非常肯定 Redbot所预测的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以及相关的事情 亦必然会应验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认知一个重要的逻辑 既然Redbot所描绘的灾难现象是准确的话 这样Redbot所提出有关灾难的应对 亦会是非常准确 我们绝对不能调以轻心 原因 Redbot所预测的事件 往往是史无前例的级数 绝对不是靠观察及推理可以估算得到 所以 当这些事情按照预测发生的话 这样 与这些事件一拼被Redbot预测出来的事情 亦会发生和应验 因此 无论Redbot预测的太阳的病 是指太阳的变异 亦或是冠状病毒 亦或是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是指我们之前所预测的大海啸 亦或是指现时的示威浪潮 亦或许 人是因为大海啸而逃到内陆 亦或是因身冠肺炎而搬入内陆 不论事件是以什么形态出现 总之 当事件的发生 是吻合Redbot描绘的字眼 这样 其他同时间被侦测出来的事情 亦会陆续发生 所以 当时提及 判除全球性海岸线事件所发生的情景 亦会出现 例如 上十亿计的人死亡 他们是于逃难中死亡 而最先死亡的 就是需要倚赖医药的一群 并且 一些欧洲国家会变成责国 地球的旋转平衡会被打破 几年后才有洋流等等 所以 Webbot所提及 避开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措施及应变方法 他们亦要预备执行 因为 当时的分享 已经是将一个最贴近事实的预测解构出来 所以 既然现在 有一部分已经应验的话 这样 如下提及走难的部分 也将会应验 而因此 我们以仿下Webbot所描述 当时走难的人 是如何应对 他们的提议 仍然有效 并且 我们不能轻寒 不认为 不认为 都已經不再需要賺錢戶口了 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更加理解到 現時於世界舞台幕後的我們 其實是不斷為全世界 預備PlanetX的來臨 我們亦明白到 為什麼神於這十年間 不斷叫我們預備白銀及Bitcoin 原因 當灰馬橫行 經濟崩潰 甚至PlanetX引發大災難的時候 其實人應該不再有時間賺錢 甚至乎生活亦都成為問題 所以到時我們的儲備 就足夠我們到過被提前 大復興的時間 甚至乎可以留給無衣人 去完成餘下的侍奉 然而 觀乎現時世界的走向 其實Bitcoin成為未來日常交易的媒介 已經是呼之欲出的答案 原因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於這短短幾個月之間 我們的生活 已經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變得更適合迎接Bitcoin生活的世界 因著太陽的病 也就是新冠肺炎的影響 我們過去的生活 已經一去不復返 現時 我們已經度過了差不多七個月半隔離生活 人因為逃避疫情 減少了上學 減少了工作 甚至乎 減少了社交活動 減少了日常出街購物 與人群聚集 而國與國之間 更是幾乎完全斷絕了所有人群的流動 大家可以想想 有沒有一間旅遊公司 一間航空公司 甚至一間酒店 可以一年不做生意 留下年才繼續做生意 甚至 又有哪一門生意 可以應付一有感染發生 就一年無法做生意的衝擊 然而 現時 全球有一半以上的行業 正正是面對這種狀態的衝擊 一旦感染爆發 就立即需要關門一段長時間 但從這個推論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些行業的前景 所以 於這短短幾個月間 大量公司關門 大量生意結業 任何有人群聚集的地方 包括商場、食店、戲院 甚至是演唱會、球賽 全部都被冰封 並且 人群聚集的數量越多 能夠重開的可能性 就越是遙遙無期 然而 人總不能夠關在家中 不作任何消費 因此 於這段短短的時間裏面 人亦都開始把消費和生活模式 與網上接軌 中國科技富豪馬雲亦說 疫情令數字化的速度 高速的增長 當我們的生活 至少是消費模式 完全轉到網上世界 所有交易 也轉到網上處理的時候 這樣 加密貨幣 成為網上交易 媒介王者的機會 就已經呼之欲出 原因 大家可以想想 於以往 網上交易可能只佔所有交易的10% 並且 只限於小雅交易 然而 當全世界的交易 九成 甚至十成 都是以網絡世界交易的話 這樣 任何差錯 任何電腦故障 任何黑客的出現 對於全世界的影響 就不是10%交易出現問題 而是全世界所有交易 都會中斷和出問題 試問 有誰可以承擔當中的損失 事實上 即使是銀行 有最龐大的IT團隊 最願意投放資源於網絡保安 然而 因著銀行有天文數字的財富 黑客也會盡力去攻陷銀行的網絡 即使不是黑客問題 其實銀行電腦系統出問題 亦是有所聞 當全戶登入自己銀行戶口 發覺存款變零的時候 他們又會怎樣想呢 因此 當人越是依賴網上交易 相對 就越渴望擁有一個絕對安全的交易系統 確保自己的存款 不會被盜去 因為網絡世界不同於實物紙幣和物件 當錢包被偷的時候 要將錢包帶走 亦需要時間 然而 網上世界的金錢 只需零點幾秒的時間 金錢已經能夠去到地球的零一邊 永遠無法追回來 但是加密貨幣發明的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加密的交易系統 以全世界所有掘礦電腦的運算力 成為保安系統 假如希望偷走一個Bitcoin的話 就需要打敗所有掘礦的電腦 既然Bitcoin是世上唯一一個 最安全最高價值的交易及存款系統 甚至乎比銀行更加安全 這樣最終會成為網上交易王者的 必定是加密貨幣 燃銀行 因為當人們擁有越多的財富 就越渴望保存財富的價值 而財富越多 就越希望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就正如幾十年前的有錢人 當他們擁有越多財富 就越是會買一個貴重的夾蠻 並且在夾蠻裏面不是放一些普通物件 而是會放貴重的黃金、補石等等 所以加密貨幣亦都是這樣 越是有錢的人 就越希望買最高價值 保安性能最高的加密貨幣 在這種情況下 哪一種加密貨幣會成為王者 而且答案亦都已經呼之欲出了 財富越多的人 涉及交易最大金額的買賣 他們亦自然會願意付代價 挑選價值最高 保安最嚴密的Bitcoin 成為他們進行龐大交易 甚至收藏累積財富的頭號選擇 這樣他們亦都必然 不可能再信任會被核黑打敗的銀行 因為假如存款在下一秒就被核的話 這樣又如何做埋賣呢 再者,當越多人使用Bitcoin 隨著Bitcoin的供應有限 不單會令Bitcoin價格水漲船高 甚至價格越高 就會吸引更多人掘礦 令Bitcoin的保安更嚴密 大家可以想想 當你存錢入銀行 感覺上就好像放入甲慢一樣安全 然而 假如銀行的電腦系統 遠外面眾多窮空極惡的核黑 只是相隔一層防火牆 核黑隨時亦都打算供進來的話 這樣你還會感覺到安全嗎 當銀行不是絕對安全的時候 這樣所有銀行最終亦都會因為中央化 因而失去人民的信任 轉移到去中央化的Bitcoin身上 原因Bitcoin已經有超過10年以上的證明 證明自己在網絡上比銀行更安全 戒時,當銀行落得一敗塗地之際 同時間人們就會將財富轉移到Bitcoin 只要人們將10%的財富轉移到Bitcoin 這樣Bitcoin的價值就已經可以超過100萬美金 原因 現時Bitcoin的總市值為1700億美金 然而對比美國股市只佔0.5% 因此,假如只是將美國股市的10%金錢 用來買Bitcoin的話 這樣價格已經會上升20倍 並且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也會有不同的股市,不同上市公司 然而全世界就只有一隻Bitcoin 大家可以想像為何日華穆斯提及 當Bitcoin普及時 輕易就可以升到100萬美金一個 而當Bitcoin大升之際,其他加密貨幣的價格也有機會追上 原因大家可以想想 現時我們日常生活中只能夠用港幣 貨幣兌換的問題 假如你以其他貨幣付款給店家 除了店家沒有貨幣找換之外 自己也要想辦法將收取的金錢 兌換回港幣 過程中就造成了大量浪費 所以即使可以用外幣作為交易回戒 成本也會非常高 然而,現時當我們在網絡中 不同國家的網站購物的時候 其實我們早已習慣用信用卡 以其他國家的貨幣訂購物品 信用卡機構只是收取貨幣兌換差價作為利潤 既然只要用網上購物平台 就已經無需考慮貨幣種類的話 這樣在平台上加一種甚至加多幾種加密貨幣作為交易之用 有甚麼難度呢? 例如,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 亦都會光顧全家便利店 而在六年前 他們已經可以在便利店購買Bitcoin 甚至乎可以用商店積分購買Bitcoin 其實不單止便利店 甚至乎一部自動售賣機 亦都可以配合Bitcoin之乎用來購買可樂 因此,現時買賣貨品的平台在貨技上已經成熟 完全可以處理加密貨幣的支付 所以,現時只是等待一個契機 就是讓全世界所有人都習慣網上買賣 並且對Bitcoin的使用有信心 然而,現時的疫情正正就是成為網絡世界的催化劑 因為,當所有人都被迫困在家中的時候 他們就要學習如何在家中網上購物 當他們發覺網上購物的時候 銀行及貨幣可能不安全的時候 這樣,各國的貨幣就會被加密貨幣取代 人們工作後會以自己手上的人工 購買加密貨幣作為日常買賣之用 直到有一天他們工作的報酬 亦可以選擇以加密貨幣發生的時候 自己國家的貨幣就會慢慢被淘汰 就正如當香港局勢動盪的時候 不同財經人士亦會鼓勵香港市民兌換美金 原因,港幣不安全,有機會與美金脫鉤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他們將收入兌換成Bitcoin 不單能夠免卻港元貶值的風險 甚至,手上的Bitcoin肯會越用越值錢的時候 這樣,任何人亦都會盡快兌換Bitcoin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理解到 為什麼神一早就要我們學習使用Bitcoin 因為,當Bitcoin普及使用的時候 那時,我們應該已經有用不完的財富 可以自費全職,在餘下的時間裏 完成末後大復興的使命